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演播,田小莫 莫生 萧熟 第354集 莫千行把警察送走以后 紧接着就回到公司 和四目还有莫云交代了这几天需要注意的事情 不打无准备之招 莫千行这次都要看看 齐连孙要出什么幺蛾子 开车到警局路口供的时候 警察局门口没有狗仔 但是路口处可有不少人 现在 小进去调查齐军那边 莫千行不怕他们 怕只怕 他们拍了以后 让家里的宋染看见 小姑娘会担心 现在时间紧急也没有别的办法 莫千行只好直接把车子开进警察局 于是 这就有了微博上的热搜 莫千行坐实了网友们的猜测 嫌疑人候选人 变成了莫千行 大家表示心疼齐军 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 警察告诉莫千行说 现在齐家有个目击证人 同时 出于对证人的安全 不能告诉莫千行 那证人是谁 莫千行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现在愿意配合警方 所以 齐家的那个证人 对他也没什么影响 只希望警察 可以去验证那个证人 说的是否是真话 面对着酒精商场 老手的莫千行 他自身发出来的气场 完全质押了这些警察 口供没什么好路的 无非是说一说事情经过 莫千行表示 现在自己愿意过来 而不是找律师过来 完全是出于 对人民警察的信任 警察可不要辜负 他们这些人的信任才好 警察觉得 莫千行这次来警局 完全是来给他们 指导工作的 天知道他们警察的不容易 松染和李依然 在莫千行和小静走后 也没闲着 把饭桌收拾完以后 又拉着依然去研究烘培去了 莫千行的担心是多余的 松染并不迷恋手机 所以直到睡觉前 也没有去找自己的手机 就跟李依然在床上睡着了 随着微博热搜的发酵 莫氏集团的股票持续下跌 这让显来无视的股东们坐不住了 持续施压给思木 还有莫云 说一定要召开一次会议 但是 现在根本联系不上莫千行 莫云坚持着莫千行留下来的话 没有去联系莫千行 解决公司的问题 只是不禁感慨 这群老家伙也太难对付了吧 莫氏的股票虽然下降 但完全在莫千行说的可控范围内 思木不禁佩服莫千行提前的推断 这人跟人还是有差距的 公司的人已经被思木 还有莫云给吃了定心丸 大家坚信这场风波很快就会过去 只是在外人的眼里 莫氏这次是倒霉了 另一边 莫千行派出去的小进 做事效率一直很在显 莫千行在开车准备回家时 接到了她的电话 喂 莫总 林伍已经查到了 这个女人叫冷飞飞 不光和薇薇安有接触 还和林宇柔也有关系 我查到了这个女人 一直都有注意齐骏的动态 并且今天还在其实没有发声明之前 去了齐骏的家里 帮我找到她的地址 我要见见这个女人 好的莫总 我现在就着手去办 你所有的未知身份 全部不能暴露 你现在的身份 只能是莫家的司机 小进挂了电话 把莫千行说的话紧记于心 冷飞飞和林宇柔分开以后 在店里没待多久 就接到齐骏的电话 她按捺住自己激动的内心 把手机接通 那边传来齐骏一如既往的温柔声音 喂 是冷小姐吗 嗯 我是 是这样的 冷小姐什么时候有空 咱们见一面吧 关于我的妻子V1死亡的事情 我的父亲 有很多的话要和你聊聊 你看你方便吗 好 我随时都有时间 你看 要不你约个时间见面吧 那我们就约在明天的中午吧 你到时候可以把地址发给我 然后我去接你 好的 那麻烦你了 齐骏 没关系 明天见 齐骏之所以没有安排在今天 是因为她这次约了海伦见面 她一定不会再放海伦个子了 半个小时以后 两人前后脚来到茶馆 海伦自然地揽过齐骏的腰 但是不容自己贪恋 就赶紧放开 齐骏啊 你能不能多吃点饭 我觉得你真是越来越瘦了 怎么 不打算问问我 关于未未安去世的事情吗 你老不去世关我什么事啊 我并不在意好吗 海伦 其实我也不在意 你说我是不是太不是人了 我一直也没觉得你喜欢未未安 可能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离不开吧 不过你们其实这样针对墨千行 不怕她反弹吗 我针对墨千行 齐验松也是这样说我的 但是她为了公司 还是愿意和我这样做的 齐骏 你什么时候能成熟一点 你父亲这样做不全是为了公司 也是为了你好 我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个女人 她现在在国外 是那个当面爬上齐验松床 害死我母亲的女人 海伦适可而止 没有再说齐验松 而是无条件地答应帮齐骏的忙 商场里面的冷飞飞挂断电话以后 还一直沉浸在齐骏迷人的嗓音里 明天见这三个字实在是太美好了 一句明天见 让冷飞飞从今天开始 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情 期待着明天的到来 她现在整个人都是开心的 没有要提前下班的意思 在自己的店里 是请明天要穿的衣服 丝毫不知道 此时的墨千行正往商场这边赶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